牛魔和张飞曾经是辅助位的双子星 几乎都是必选的存在 而且牛魔在拳斗用的胜率也非常高 常年排在拳英雄的前三位 可近一个赛季 牛魔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尤其是在职业赛和高端局更是少了很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辅助位的四大天王 大乔 孙碧 张飞 顿山 都是竞选率非常高的英雄 在这四个可以出场时 基本上很难出现其他辅助 至于其他的 基本上优先级都靠后很多 大乔 是一个标准的挺系英雄 非常适合打兵线运营和团战拉扯 残血回程再打招传送回来打多套 孙碧 同样是一个挺系英雄 不管是团战拉扯 还是跑图转线速度 都是手趋一指的强 牛魔相比于他们的差距 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 大乔和孙碧自从被开发出来 一直是长距云端的角色 只是因为路人局不容易打出效果 所以胜率才比较差 牛魔安身立命的 最主要的就是大招和二技能的连续控制 但是大招超长的前摇 对手只要不是老年人手速 一般都可以成功避看 这就让牛魔非常依赖闪现 没有闪现的牛魔 基本没有先手能力 只能进行一定的反打和保护能力 相比盾山 虽然盾山开团也吃闪现 但是盾山在没有闪心的时候 一技能可以抵挡飞行伤害 大招可以阻断战场 而且最关键的 盾山的二技能是把人背回来 这样队友就容易接上伤害 而牛魔的大闪 一般队友距离对方都比较远 不太容易形成连续的看法 相比于张飞 同样是辅助型坦克 张飞比较偏保护和防守反击 大招的裙护面积更大 没有大招也能不断给队友套盾 因此当其他英雄的特性 更明显时 牛魔便没有了优势 有更好的选择 谁还能记得牛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